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實力補習班負責營建管理的劉銘老師 那今天為各位帶來就是我們今年105年度 土木技師的就是四題營建管理的詳解 那我個人認為這一次土木技師的營建管理 其實它考題難度並不會太困難 那中規中矩考題就是有三題 第一題屬於我們比較風險評估風險的管理模式 他說風險處置有哪四種模式 然後請你舉例 然後還有內涵到底是哪些 然後它要你應用喔 所以你必須得舉例 然後如果應用在不同的嚴重性 以及不同頻率的風險應該如何處置 所以第一題是非常中規中矩題目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好 我們第二題呢考了什麼 我們第二題考了就是近年來啊 非常非常火紅的就是BIM 那BIM如果翻成中文的話 就是建築資訊模型 建築資訊模型 建築資訊模型很有很多很多的應用 那他這次考什麼 他這次考說何謂BIM 他考你定義 然後呢他說BIM如何應用這個技術來改善我們施工介面的問題 那有一些專有名詞 如果你念營建管理可能需要了解 就是我們的介面是什麼 介面就是如果我們有不同的工項啊 我們在配合的時候要互相協調 有可能會有一些衝突發生 所以第二題呢也是非常非常自視化的考題 好 比較偏向於名詞解釋的 那第三題呢就是講經典的計算題 如果啊計算題要分類的話 總共只有九種題型 那如果啊考出來網圖 比較容易考出來在高等考試的話 就屬於這一類 這類叫做有作業關係變化的就是網圖 那我們平常都使用PDM來解是比較容易的 如果有作業關係變化 總共有分成四種 例如說SS啊 好 這個怎麼念 這個叫做先行作業開始後至少五天 後續作業才開始 叫做SS5 好 以此類推總共有四個 好 SS FF FS 還有一個SF 這四個 如果考出來這種題目的話 你千萬不能答錯 因為這只是最基本的加減乘除運算 也乘除也沒用到 就是完全加減運算 所以如果考出來的話 請你一定要花大量時間的 來就是驗算看看 如果這個加減錯的話 可能會導致後面網圖全部都錯 這是一個低級錯誤 所以請同學一定要非常注意 好 那如果有作業關係變化的題目呢 你可能會需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我們的自由符石 因為我們自由符石在學術界 在算的時候有非常多的方法 在應用在我們的 就是作業關係變化網圖 那等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最後一題的題目呢 就是工程經濟的題目 近年來啊 我們國家考試 尤其是土木技師 已經連續兩年有出現 工程經濟的題目 那老實講啊 工程經濟其實屬於就是 我們英關組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才會額外深入研究的一個科目 那有沒有需要說花大量時間 然後投資在這個25分上 然後還不見得出現了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必要 如果你在念一些財務管理的時候 你可能會學到 譬如說工程價值分析 價值工程分析 好 那價值工程分析 其實理論上就跟我們這一題 工程經濟有一點正相關 所以如果你完全不會也說不過去 因為你其實有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基本概念的方式來打 尤其是今年我們在考 就是一間管理的時候 它是禁止使用計算機的 所以我們要如何在沒有計算機的前提下 來達成這題計算機 但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好 那我們從第一題開始分享 好 那稍微念一下題目 好 題目說什麼 題目說工程設計以及施工者 應該要如何進行風險評估 好 然後以防止施工時的職業災害 所以它已經告訴你了 你是施工者 你的目標是要防止施工災害 你要做的事情是風險評估 好 那風險評估啊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會有分成四個步驟 好 叫做什麼 叫做辨識分析評價處置 好 那它是寫說辨識分析 以及評量風險 好 那評量完了以後 我們必須要處置 吧 那在學術界 我們在處置風險的時候 有四大原則 好 那四大原則呢 好 這四大原則就是完完全全 你必須得死背起來 分別是什麼 好 分別是風險避免 風險緩合 風險轉移 以及風險保留 這是學術界告訴我們的 處置風險的四大原則 好 那我個人啊 分享給各位同學就是 其實啊 只要是管理 都是一個不斷循環 不斷要改進的一個過程 這樣子管理才會值錢嘛 所以必須要加入一個叫做 風險回饋的步驟 好 那接下來題目說什麼 題目說你不只要知道 這四個處理原則 你還要知道說 它的內涵是什麼 請你舉例 所以你要舉個 食物上的例子喔 那它已經指定了嘛 就是一些職業災害 好 所以你必須得 舉一個職業災害 然後應用這四種方法的一個過程 然後接下來呢 說明不同嚴重性 以及發生頻率這風險 應該如何處置 所以其實有兩個小題喔 各位同學必須得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小題 第一個小題啊 如果我們應用在我們的風險管理啊 應該理論上考出風險管理 你只要看到這個詞 有兩大可能性 一個就是它在考你風險管理的流程 分成什麼 PDCA 只要營建管理說要流程 一定都是PDCA 包含我們的營建管理 包含我們的風險管理 一樣是PDCA 好 那如果我們要做風險管理的時候 必須得先做P 叫做辨識分析評價處置 這一題就是把我們的重點 落在風險處置的四個原則 好 那你必須得先告訴老師啊 欸 老師我不只知道風險處置的 四個方法 四個原則 我還知道風險管理的時候 必須得先做風險規劃 實施執行 檢查校正 然後管理審查 老師我還知道這四樣事情喔 好 你必須得告訴他說 我們的架構長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我們處理的四大原則 必須要舉例吧 題目要求你要舉例 好 第一個叫做什麼 第一個叫做風險避免 意思是說啊 如果你沒有辦法控制這個風險的話 其實你有辦法避免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措施 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控制 你是不是可以嘗試去避免它 好 那我們舉例是什麼 我們舉例就是說 如果你在開挖啊 在做基礎工程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了 有可能有砂油 砂油我們就知道 就是腫水投擦 有可能造成有效應力等於0 好 讓我們勞動的現象 好 如果有可能有砂油的疑慮 我們是不是可以降低 我們的開挖深度 或者是我們是不是可以避免 開挖地下室 如果你可以避免開挖地下室的話 就完全不會有這個砂油疑慮嘛 所以如果沒辦法完全控制的風險 你是可以完全避免它的話 也是不錯的 這個第一個叫做風險避免 第二個呢 第二個叫風險緩和 好 風險緩和什麼意思 風險緩和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輕易的避免它 你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那我們是可以提高自身的能力 來讓風險比較減輕 好 就是減輕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你要讓自己的技術或能力提升 不外乎哪些動作 譬如說提高技術 加強設備 你讓你自己的設備比較好 你讓你自己的管理技術 施工工法比較加強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風險比較減輕 好 如果應用在基礎工程 一樣是砂油疑慮的開挖工程的話 那我們怎麼如何解釋 好 譬如說各位同學 如果你有學過施工法都會知道 如果你在做我們的擋土壁工程 在開挖的時候 害怕砂油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造成砂油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擋土壁的施工不良 有可能有包泥啊 就是讓我們的滲流路徑比較短 那就容易砂油 所以你必須得做好擋土壁的施工管理 好 那做好擋土壁的施工管理 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有可能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一起實施 第一個是什麼 叫做分析混凝土用量曲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混凝土用量曲線 混凝土用量曲線就是說 如果你在施作連續壁的時候 對應到你連續壁灌漿的高度 我們使用特密管水下灌漿嘛 好 對應到你連續壁灌漿的高度 那你混凝土相應使用的量 好 這是體積 這個是灌漿的高度 那理論上啊 它是一個正體的關係 理論上你灌越高所需要的混凝土 應該要是線性關係嘛 好 因為它是一個正方體 逆方體 好 所以應該要越灌越多 好 那如果呢 你現在發生一件事情 好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這一段紅色的線 三號這個線 在這一段區域 叫做直接上升了 這一段距離 可是卻沒有相應的混凝土用量 所以它如何上升了呢 直接上升卻沒有用量 所以代表你沒有灌混凝土 可是我們的灌漿高度上升了 所以裡面可能會包了一些泥 那包的泥巴在裡面 是會讓我們的滲流路徑減少 好 那滲流路徑減少 就容易發生殺用 所以我們可以用混凝土用量曲線來分析 我們的當土壁品質是否優良 好 這就是屬於我們的風險緩和部分 除了混凝土用量曲線的話 我們是可以分析我們端板是否清潔 端板清潔的話 是不是公母接頭單元 是比較不容易有可能會有殺用疑慮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接下來還有穩定義管理 我們的穩定義如果品質比較好的話 裡面的泥沙量比較低 是不是灌出來的連續幣 灌出來的當土幣 是不是就會品質比較好 好 那第三樣是什麼 第三樣就是屬於我們的風險轉移 好 風險轉移啊 各位同學看到這四個字 可能沒有直接的想像 那我講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跟各位同學講 就是如何風險轉移 你必須把風險給另外一個人幫你承擔 最簡單的步驟是什麼 最簡單的步驟就是保險 所以保險這個東西啊 在我們近15年的考試裡面 已經考爛掉了 請你至少要被三個保險的舉例 好 應用在工程當中啊 你是不是可以舉例說 我們用了哪些保險 來一起分大我們的風險 譬如說營造綜合保險 這是最常舉例的嘛 還有安裝工程綜合險 好 我們的營建基居綜合險 好 這些東西是不是都可以 有效的幫我們轉移風險 那接下來是我們第四個步驟 叫做風險保留 好 風險保留啊 通常啊我們的利益 還有我們的花費 通常都是伴隨而生的 你不可能說我想要賺錢 然後沒有冒相應的風險 通常它都是伴隨而生 我想要賺錢 那你就要相對應的風險 可是冒險啊 你不可以就是完完全全就是領著手一直衝 你必須要量力而為 在你能力範圍內冒險才是值得的 那接下來呢 風險保留 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有什麼措施可以讓你自己 就是受到傷害比較減輕 有兩個面相 第一個面相叫做什麼 第一個面相叫做你準備一個叫做應變準備金的東西 第二個叫做你準備一個叫管理準備金的東西 這兩個名詞解釋其實非常的類似 那應變準備金跟管理準備金到底差在哪裡 他們差在啊 一個是拿來對付已變式的風險 一個是拿來對付未變式的風險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已變式的風險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在熱帶性氣候的國家 有可能會產生什麼 颱風 就是你猜得到有颱風 你知道有可能有這件事情 這叫做已變式的風險 那我們必須得準備什麼 應變準備金 那接下來呢 管理準備金是拿來對付未變式的風險 就是你猜也猜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必須得保留一段資金 我必須得籌備一份資金 來對付這些我猜都猜不到的風險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政治因素 譬如說當初送菸啊 我們在蓋大巨蛋的時候 想都沒有想到說送菸請協 我們的台北市政府有可能會停工 叫他不准蓋 他猜也猜不到這件事情 他頂多猜得到什麼 他頂多猜得到說送菸請協有可能會有零損 他猜得到零損 他猜不到台北市政府的相應作為 這叫什麼 這叫做管理準備金 那接下來第二題他問什麼 第二題他提到說如果遇到不同頻率 還有不同災害程度 我們在做評估的時候 我們遇到不同頻率 不同災害程度 我們在做評估的時候 必須要有決策分析的一個想法 就是不同的頻率 不同災害程度 我們要如何的作為 那一樣這題就是做什麼 這題就是做風險管理的流程 那一樣跟剛剛上面那個四個 DDCA流程圖一樣 只是把它應用出來 我們把它畫成樹狀圖而已 那我一樣把上面的標題說明一下 我們風險規劃分成四個步驟 必須得風險辨識 你要先知道你的敵人是誰 你不知道你的敵人是誰 你如何做相對應的處置 接下來是風險分析 每一種風險 是理論上都有不同的災害程度 跟發生頻率 所以要知道敵人是誰 還要知道他的頻率跟災害程度 接下來風險評價 你考慮不同的頻率 考慮不同的災害程度 你是可以知道哪一個敵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是風險評價 那風險組織呢 剛剛已經說明過有四大方式 對不對 就是上面說明這四大方式 然後接下來呢 你已經知道你要如何處置了以後 是要去實施執行 好 校正 然後接下來是管理審查 那等一下相對應的說明一下 那如果我們把它舉例出來的話 題目要求什麼 題目要求說職業災害 你在做基礎工程開花的時候 是有可能遇到哪些災害模式 譬如說開花面破壞 好 理論上那些上局啊 殺勇啊 對不對 好 管用啊 這些是不是都有可能發生 吊生作業意外 也有可能嗎 對不對 好 比如說施工駕導他 人員觸電安全 還有內支撐失敗 欸 這每一個頻率發生的理論上都不一樣 這每一個災害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得先做一個叫做風險分析的 跟風險分析的一個步驟 好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我們人員觸電跟墜落 是有可能比較頻率短 頻率比較多 就是比較容易發生 可是他的災害程度沒有非常巨大 好 那像這種內支撐失敗 理論上不可能常常發生 可是災害程度就非常巨大 好 那我剛舉的這五種 是不是我們的頻率跟災害程度都不一樣 那如果做平價的話 哪一個比較重要 哪一個比較重要 譬如說 我們的人員觸電墜落 他雖然沒有非常大的程度 可是他時常發生 所以我們必須要比較留心 好 那這個呢 吊聲作業意外呢 吊聲作業意外 他也不是非常常發生 那一段上發生了以後 也沒有造成巨大災害 比起那些內支撐破壞 可能沒有非常巨大災害 好 所以我們要排了等級五 好 所以一二三四五排完了以後 再做風險處置 好 譬如說 開挖面破壞 如果你要做風險避免 你可以降低或減少地下層數 譬如說吊聲作業意外 你要做風險緩和 你可以加強人員技術嘛 你可以做好教育訓練啊 好 那如果施工駕倒塌呢 如果你要做風險轉移的話 你可以投保我們勞工意外保險 好 那接下來是 我們人員觸電墜落 如果你要做風險保留的話 你應該做好什麼 自主檢查 我們必須得做好我們的勞工安全 就是風險檢查 好 這是風險保留的部分 那內支撐失敗呢 好 這是應用我剛剛所說的 一個管理流程最好就是要不斷地回饋 所以風險回饋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調閱以前失敗的案例 知道什麼樣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造成內支撐失敗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PDCA的第二個動作 叫做第一 實施執行 好 實施執行或許已經小姐抽象 那有兩件事情是實施執行 我們常常要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實施執行 換言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日常管理 要做好教育訓練 你不只要自己會做 你還要告訴你的員工如何施做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檢查調整 你只要有實施執行 一定會有沒有辦法完全符合你規劃的情況 那我們是要繼續做檢查 那既然要檢查 那就要有校正措施了 那我們的管理層差 Action這個步驟 前面是產生校正措施 後面是實施校正措施 不太一樣 那不只要實施校正措施 我們還要做什麼 我們還要把它做成流程化 SOP化 盡量把它做成制式化格式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PDCA步驟 好 那第一題就是分享到這邊 那我們來看第二題 好 我們第二題是非常自私化的題目 就是BIM的應用 好 那BIM的應用 它第一個問說何謂BIM 第二個問說如何使用BIM來做介面整合 那我們來看一下 BIM的解釋名詞 你應該如何寫 如果考出來BIM有一些關鍵字 你一定得寫出來 因為老師就是希望看到這些關鍵字 首先你要跟他講說建築資訊模型 你告訴他中文是什麼 好 你不要只知道BIM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物件導向這個概念 物件導向這個概念 好 你不只要告訴他說 我們這些柱梁牆板 這些構造物 它本身的尺寸規格是如何 你還可以加入一些 你原本在3D圖面無法表示的東西 譬如說材料或是經費 就是我們把每一個構建 都加入一些資訊在裡面 這叫物件導向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BIM比較可以應用的 有三個面向 哪三個面向 叫做模擬、劑量跟管理 好 這三個面向非常重要 那我等一下在後面會想說 好 好 那我們如何使用我們的 就是 BIM來做介面整合呢 如果你要使用 BIM來做介面整合的話 好 你必須得做什麼 你必須得做5D的管理 一般3D圖面啊 就是三維、空間有3D嘛 那加入時間因素 那再加入現金流量這2D了以後 就會變成我們的5D管理 所以你要使用 BIM來做介面整合 你必須得寫5D管理 這是一個關鍵字喔 好 然後呢 現在有發明一個東西 叫做 ITD 叫做專案整合交付的東西 請你把你整個專案裡面 全生命周期 所有人員包含什麼 包含我們的業主啊 包含我們的施工者 包含我們的設計者 包含所有的下包 全部的人在我們的規劃設計階段 好 就要考量喔 好 我們可以先開一個會 利用 BIM模擬出各個階段 有可能發生的問題 那你全部人找來的話 集思廣益一起處理問題 這叫什麼 好 那專案整合交付 如果你寫這個的話 會是這一題最好的答案嗎 好 你討論出來以後 可以針對哪些面向來做修正 比如說施工方法 施工安全是做順序 因為 BIM 可以模擬全生命周期 在某一個階段有可能發生衝突嘛 好 那這樣講或許還太少 因為一個25分的題目啊 你可以寫一些 專案整合交付的優點 還有缺點 好 那優點不外乎什麼 好 優點不外乎 就是你在最早的時間做 所以影響性是最大的嘛 那缺點不外乎什麼 一個設計者啊 應該非常討厭我們的施工者 或是業主啊 就是七嘴八舌 一起來影響他的設計 會影響他的理念嘛 好 那缺點跟優點不外乎這兩個 好 那 BIM 的功效啊 我剛剛有提到啊 就是有三個面向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模擬 好 模擬什麼 是不是就做衝突分析 你可以知道某一個時間點 哪一些下包 哪一些工程可能會有衝突 譬如說 你想要那個時間點掉生 可是你卻已經做了窗戶 是不是沒辦法掉生 好 一次再推 好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叫做伎量 伎量有兩個面向 如果你是業主的話 這個 BIM 模型 可以幫你快速算出來說 每一個材料到底有多少 但是在做審查的時候 在做驗收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 馬上點出來數量 就知道他有沒有偷工減料 那如果你是廠商的 這個伎量到底有何應用 就是你可以快速把模型 建出來後知道 未來你要投標這個專案的時候 你可能要備標多少錢 所以伎量是這樣子使用 好 模擬伎量跟分析管理 那分析管理 如果你有做衝突分析的話 後續的管理 相對應的作為就要產生 那後面這兩題計算題 那我們挑一題來講 這一題 那我就稍微講一下 我們把重點放在第四題 因為這一題是非常基本的題目 這一題叫做 做作業關係電話網圖 請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提到先行作業 他不是告訴你後續作業 所以這一題的念法叫什麼 叫做 A作業前面沒有人 所以A作業是開始作業 B作業前面沒有人 所以B作業是開始作業 好 那後面這怎麼念 後面這個作業叫什麼 後面這作業叫C嘛 好 前面有A跟B C作業前面有A跟B 所以A跟B後面有C 這種題目 後網圖的題目 你一定要先注意 他到底是講先行 還後續作業 免得你答案會整個反過來 連同情分不會有 好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這一題除了要你畫圖以外 他要你字表 回答四個時間 最早開始 最早完成 最晚開始 跟最晚結束 好 這四個時間 然後需要問你自由扶持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答案必須得把所有的四個時間 標上去 然後自由扶持總扶持 必須得算出來 最重要是你必須得制標 好 那這一題就不詳細說明 那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好 第四題是屬於工程經濟的題目 他告訴你說 我們有A B C三個方案 好 那很重要的一句話 其實隱藏在題目裡面 大部分同學沒有看清楚 好 這句話叫什麼 這句話叫做 其中A方案必須依附於B方案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A方案他不能獨立自己做 他必須要有B才有A 好 所以請問A加B存不存在 存在嗎 因為A必須依附於B 那請問A加C存不存在 不存在 因為沒有B的錢 你下A就不能做 那請問A B C存不存在 存在嗎 因為有B方案才會有A方案 好 那考漏漏等 我們考了四個小題 第一個小題叫什麼 好 請列舉出營造場合評估的方案為何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你用邏輯思考 先不考慮經濟性的話 有哪些可以做 譬如說A C就不能做 你就必須得刪掉 好 第一題在考這個 第二題考什麼 第二題考說 請你評估效益成本比值 好 到底有哪些方案值得投資 什麼叫效益成本比值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如果上面放的是效益 下面放的是花費 這叫做效益成本比值 所以這個值很明顯 如果大於一的話 叫做你投入的花費比較少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效益 那當然值得投資 所以如果這個效益成本比值 是小於一的話 叫做你投入了比較多的花費 得到比較少的效益 那就不值得投資 好 所以我們第二題最主要在講的是什麼 所以第二題最主要在講的是 到底效益成本比值 有沒有大於一 所以你必須得把小於一的刪掉 好 所以第二題來講這個 好 那我們第三題來講什麼 我們第三題來講說 好 這麼多的方案 那到底哪一個是比較容易 或是哪一個比較容易賺錢 哪一個是比較容易 你值得你去投資的呢 第三題來講說 如果你沒有預算限制 你到底選擇哪一個比較佳 那考慮經濟性 比較佳當然是賺錢比較多的 好 那原因為何 你還要一些中文的描述 那第四題跟第三題不一樣的是 第三題說成本沒有限制 預算沒有上限 那第四題是說成本有限制了 你現在只有六百萬元 那到底哪一個 對你來說是比較優惠的方案 好 所以整個題目是長這樣子 那它上面有附一個表 好 這個表是完全考全部印下來 好 那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這個表的念法 好 因為考量到你們當時在考試的時候 是無法使用計算機的 所以我們使用最簡單的計算方法 因為這個表其實它提議並沒有說明得太清楚 好 那我們以沒有辦法使用計算機的前提下 來看一下這個表 好 那我念一下這個表的意思是什麼 好 這個表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評估的是C方案 C方案本身哦 好 那它的效益成本比值 C自己本身就是1.21 好 也就是說你的效益擺在分值 你的花費擺在分模化 比值是1.21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A加C這個 好 A加C這個呢 它這裡有一個底線0.91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如果A加C方案在施作的時候 它的效益成本比值是0.91 好 就是你投入的花費 還有你得到的效益 你得到的效益是比花費還要少的 那這樣值不值得投資 0.91 不值得投資 OK 好 好 所以這個表格啊 理論上我們以沒有計算機為前提下 比較簡單的計算方式 就是直接使用到這個斜對角線 就是有底線的 這個來做就好了 就是不用考慮到太複雜的計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使用計算機嘛 好 那我們來看想解 好 第一題在講什麼 第一題在講說啊 你到底邏輯思考 到底有哪些方案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為A方案必須依附於B方案 所以A獨立施作是不可能的 那A加C一起施作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可以分析的方案組合 是不是只有C啊 還有B 還有B加C A加B 還有 ABC 好 所以第一題答案就是 請你用邏輯思考 有哪些方案是根本不可能施作的 因為考慮到 A必須依附於B方案 所以我們刪掉了幾個 好 這是答案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他說 請你考慮效益成本比值 到底有哪些方案是比較值得 哪些方案必須得刪除 好 那題目其實 其實斜對角線都有給你效益成本比值 譬如說C方案是1.21 譬如說B方案是1.18 譬如說B加C是1.19 譬如說A加B 0.94 好 一直在推 他全部都給你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反應出 有人是小於1的 那小於1是什麼意思 小於1是不是就指說 你投入的花費很多 得到的效益卻不及花費 所以如果你考慮效益成本比值的話 A加B這個方案根本不可能去施作它了 OK 好 所以第二題考慮經濟性的話 直接刪掉就是A加B的方案 所以你剩下四個 好 那第三題說成本沒有上限 第四題說你只有600萬 那我們就來計算看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效益成本比值 你效益放在分值 花費放在分母 那它給你的那個斜對角線數字 就是我黃色圈起來這個 效益成本比值 那我們經由移項了以後 是可以把效益算出來 好 因為你把C乘過去 那我們的效益 是不是就等於效益成本比值 乘上花費 沒問題喔 這簡單的移項計算 好 所以題目給你的花費 那我們可以利用花費跟效益成本比值 算出來效益喔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解答 好 題目的這一行Cost 花費是題目給定的 好 那效益成本比值也是題目給定的 就是斜對角線 所以我們把280乘上1.21 是就可以得到它的什麼 可以得到它的效益 分別是338.8 好 那一模一樣喔 B8也是花費它給你的380 效益成本比值1.18 也是它給你的 所以兩個相乘以後 可以得到它的效益是448.4 好 以此類推 每一個方案是不是效益都算出來 好 每一個方案它的花費也有給你 好 那這時候呢 就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是什麼 第一個做法就是 如果你的預算沒有上限 我們應該如何計算 那如果第二個做法呢 就是如果你的預算有上限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計算 這是工程經濟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如果你的預算沒有上限 那我們通常採用什麼 我們通常採用 淨效益法 好 淨效益法就是 請你把整個方案的效益減掉花費 好 會得到一個數值 那很明顯 這個才是有賺頭的 那很明顯 那個數字如果越大的話 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賺越多錢嘛 因為效益越高 花費越少的意思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成本有上限的話 你必須得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上限以上的方案 你不可以考慮 因為你根本沒有錢去做它吧 那花費內的考量 我們必須得用一本筆法 這什麼意思 這叫做效益除益花費 這就是CP值的概念 到底值不值得投資報酬率的意思 所以如果成本有上限 你必須得把上限以上的方案砍掉 然後找一個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方案 所以其實這題並不會太困難 好 那我們來看答案 好 我們總共有五個方案 那我們已經砍掉一個方案了 那我們分別把所有的效益跟花費都算出來了 那你相減不會有問題 那相處更不可能有問題 因為這是題目給你的 所以我們把所有方案的相減都算出來 分別是C方案58.5 分別是B方案68.4 意思是對齁 A加B加C是19.2 好 那如果預算沒有上限的時候 我們想要賺最多的錢 那是哪一個方案比較划算的 當然是B加C 因為它相減以後是125.4 代表什麼 代表它得到的效益最多 花費最少了 所以第三題答案就是B加C方案 好 那第四題呢 第四題它說你只有600萬 那第一個前提600萬下去 每一個花費都不一樣 280 380 660 680 960 所以B加C A加B跟A加BC 這三個方案是你不可能去試做的 因為超過600萬嘛 所以你只能選擇這兩個 好 那這兩個到底哪一個投資到投率比較高 我們就要看什麼 效益成分比值喔 好 這兩個哪個比較高 當然是我們的C方案比較高 所以600萬為前提 你只能選這兩個 那哪一個比較值得投資到投率比較高 就是1.21C方案這個 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啊 這個 這一次考題並不會太困難 那如果你要把握的話 如果你要把握的話 如果你不是銀關主同學 你工程經濟沒有就是 嘗試劍涉 或許你第四題比較陌生 可是如果你有學過價值工程分析 其實效益成分比值的意思其實差不多嘛 好 所以第四題並不會太困難 可是以大部分同學前提 你可能沒有接觸過 可是前三題呢 前三題第一題考慮 風險分析的四大步驟 完全照本宣課一模一樣 跟課本一模一樣 所以你有沒有背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好 那第二個呢 好第二題考什麼 好 我們第二題啊 說BIN 然後問界面分析 這是最近比較火紅的東西 如果你要準備一些管理工具 最近比較紅的話 就是BIN嘛 大數據 Data 還有我們的物聯網 IoT 好 這幾個是比較容易 近年會發生的 好 所以你可能要額外準備一下 相信各位同學應該都有設計 用補習班 都有著重說明 那第三題啊 第三題就是我所謂的計算題 好 第三題計算題只有九大題型 如果營建管理考出計算題的話 要超過五十分的機率就是非常的高喔 那我換個說法 大家超過五十分的機率都很高 所以你千萬不能計算錯誤 如果考出計算題 簡單的加減生除 你不可以計算錯誤喔 好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